Omicron病毒强势来袭 除了严守边境国内还能怎么防疫 软家警告要对抗Omicron的超强免疫逃脱能力 现在的接种进度远远不及 我们可能疫苗的覆盖力可能要更高 它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它免疫逃脱的现象 就是可能会相对的就是疫苗 它的效果会更不好 同样有医学背景台北市长柯文哲 明显支持这样的看法 甚至表示尽管再过一个月就要跨年 但如果苗头不对 跨年晚会有可能在前三天宣布取消所有活动 很快应变速度 因为很可能真的在前三天跟你讲说 cut掉不能办 所以还有保险的制度 强调病毒快应变速度就要更快 但如果在前三天才取消跨年晚会 势必对业者民众都会造成影响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说 关键还是要看到时候Omicron病毒 有没有进到国内社区 除了跨年行程出现变数 同样充满不确定的还有春节防疫 10加4跟7加7 要是海外疫情迅速蔓延 恐怕也得跟进调整 是不是有相关这种变异病毒 就是发生率确准率高的而进 对那些国家来的做相关的情绪 好不容易盼到本土疫情稳定 没想到病毒再度强势突变 让岁末年中平白增添了 许多变数 八大新闻合皮李松原 采访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